他一進來就把門翻鎖 可是最後的胸部 開始親吻我全部的臉 全部都是勾損 他還把他的生死情況搞不完 叫我幫他 演藝圈已經血流成功 網紅直球對決廖俊心情未遂 比口交還要他念佛冷靜 我大眼的東西 我發生這個是形象 變成一顆一個什麼飯 李小姐對不起要 我一定要告 你不能因為你的大眼 然後把我咬著不放 然後硬要告我 因為屬實就是屬實 我也願意跟你策謊 我甚至也願意跟你去廟裡發誓 資訊演員廖俊遭網紅黎一眼 影射性情未遂 23號才前往警局備案 28號黎一眼也開了記者會 澄清跟廖俊對口的人 一直都是他的媽媽兼經紀人 由於那媽媽當時 並不知道自己受害 又曾親手阻止情未的惡行 起初才會否認 影射的是廖俊 甚至傳訊息說 您是大好人 越演越烈 我女兒才跟我坦白說 她們10年前 102年發生這些事情 我只有跟她見過兩次面 兩次媽媽都在 把他一眼表示 她們見過三次面 其中兩次廖俊都對她意圖不軌 她跟我媽媽講說 伯母我帶你女兒走可不可以 你放心嗎 我媽媽當然就說 放心一個長輩帶走沒什麼事 開到路邊的公園沒有人的地方 開始對我手來腳來 我當時很害怕 所以我跟她說 我是初女 她就停下來動作 跟我說 那就今天上到這邊就好 第三次的時候 當時約在華視星巴克 她還有坐下來 跟我媽媽寒暄講話 她就說 我有東西要給一姐 一姐你跟著我一起上 上去辦公室拿東西好不好 一打開門 裡面有個小房間 然後用冷氣 她一進來就把門翻鎖 那是最後的胸部 開始親吻我全部的臉 全部都是勾損 還把她的身子氣光高 還叫我翻開 我當時一直拒絕她 一直推她 我跟她說 我不想當小商 我也不想要錢規則 她還一直拉我的手 去摸她的胸部 你不是我女人 你也不是我的誰 我不需要幫你 我拜託她 不要再繼續 我真的沒辦法 到後面她真的生氣了 就褲子穿了 就離開小房間 當時我一直大哭 我很害怕 在於她再回來 她覺得我可能會影響到 其他鄰居 所以她就叫我走出去 叫我冷靜 還叫我念佛 然後我靜下來之後 她就把我帶去 帶回去 華視 琴巴克 也就是我媽媽身邊 就繼續跟我媽講話 講說我不適合在這個演藝圈 然後叫我手機拿出來給她 叫我把她跟她的對話刪掉 然後她就當場掏了兩萬塊 給我媽 說到此為止 我也不會繼續再教課了 還順便把她的手機拿出來 一直划都是一些裸照 跟我媽講說 走這一行就是會這樣 要紅就是這樣 我沒有半句謊言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想要再提這件事情 也沒有想要告她或幹嘛的 我會寫這篇文章 其實用意是在於 我希望她不要再流 流出任何女生的裸照 我並沒有想要指控她說 她對我做這件事情 是她兒子一直要山風點火 一直想要惹我 廖啟德她拼命的打 拼命的打到七千多萬的留言 她說的是七千萬的水軍 一直留言導致網路霸裏 景德對此接連反駁 你說我叫七千多萬的水軍 台灣不是才兩千多萬人嗎 我怕真的是老人 連開電腦都不會 而且連密碼都不知道 公司確實有小房間 可是兩間都堆滿了東西 也沒有冷氣沒有站的空間 發了我們夠久的粉絲 都大概知道公司格局長怎樣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十周年 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演善一道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